今天我們要講的是二次不靜根 然後二次不靜根也是由老師叫他雙重根式 這個小大人主要學的是把二次不靜根解成最簡的根式 OK好什麼是二次不靜根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例子這邊有一個根號5加2根號6 OK這麼我們就去講要去化簡他咧 叫去化簡他就代表他還不是一個最簡根式咯 我們在最簡根式的時候我們有提到說只能有一個根式嘛 所以現在你看到這邊有一個大根的根號 還有這邊有一個小的根號有兩個根號 所以他絕對不是一個最簡根式 我們這一早要學的是怎麼去解他 我們去用回剛剛的例子來解看看 好這是一個根號5加2根號6 我有兩個根號在一個根式裡面 所以他絕對不是一個最簡根式 所以我就要想像看我要怎樣去處理他讓他變成最簡 讓他成為最簡的方法有如果我可以想辦法把我的大根號給去掉的話 其實他就是剩下一個根式他就是一個最簡根式的 所以我去去想到底我要怎樣讓我的大根號給消失掉 處理掉 大家可能會去想如果我的5加2根號6這一項 他如果可以把它轉換成一個完全平方式的話 他就可以跟我的大根號給做低消 所以最後就會得到我要的答案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做這件事情 把我的5加2根號6把它配成一個完全平方式 5加2根號6現在我要把它配成一個完全平方的方式 因為現在5加2根號6是一個無理式嘛 我們把它去做化減的話 他自然也會是由兩個無理數相加而成的 所以我們就去假設這件事情 5加2根號6會是根號x加根號y的完全平方得出來的 好我們去做一個展開 根號x因為這是一個完全平方公式嘛 所以我就用完全平方公式去做展開 我會得到這個東西 展開會得到x加2根號xy加上y 再做一下整理 x加y加上2根號xy 大家可以看到 這好像跟我們的題目的形式好像很一樣 看這裡是5加上2根號6 因為我這裡是x加y加上2根號xy 所以我可不可以去這樣子去理解 5加2根號6 5這個人會是由x跟y相加而成的 而根號裡面的6這個人是由x乘y乘出來的 所以只要我們可以找得到這種組合的話 它其實就會等於 一開始我們用完全平方公式來展開 其實就會等於 換成一點根號x加上3根號y的完全平方 這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現在我要解5加2根號6吧 把5加2根號6這個東西 把它配成一個完全平方的模式 我要怎麼配呢 我要配成 看一下前面這個5是由x加y組成的 連看一下後面這個根號裡面的6 这个值是由x乘y组成的 看一下有哪两个数字相加起来会得到5 哪两个数字相乘起来会得到6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我好像发现到3加2会得到5 3乘2会得到6 所以我可以知道的东西是 5加2√6这个无理是 它是由√3加上√2的完全平方开出来的 来我们来试试看去证明一下 我们去做这个东西的展开 √3加√2的完全平方 它会等于前平方加2前后 加后平方 会等于3加2√3乘2加上2 所以3加2是5加上3乘2是6 5加2√6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5加2√6 它其实是由√3加√2的完全平方开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5加2√6 把它倒回去这个完全平方式 所以回到来题目 所以会等于大√不动 我们把里面这一项5加2√6 把它转成是一个完全平方式的平方 所以我的√跟平方可以做抵消 我就会得到剩下红色的√3加上√2 结束了 我们把一个二次不进跟化减成功了 来第二题立题 我们的题目是√7加2√12 好我们在解我们的二次不进跟之前呢 其实我们要先确保我们的题目的模式有正确 也就是我不管题目长怎样不管它给的数字是什么 可是我一定要知道我的题目一定要长成这个样子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开始去做我们二次不进跟的解题步骤 然后前面放一个A 后面跟号里面放一个B 我不管A跟B是什么东西都好 我一定要长成这个样的模式 所以就是外面有一个大根号 然后有一个小根号前面带一个2 为什么前面一定要有2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完全平方公式嘛 我写回多一次 √x加√y完全平方 它会得到√x的平方 加2√x乘于√y 再加上√y的平方 它会得到x加y加2√xy 你看到吗 我们前面两个数字相加 后面两个数字相乘 它们前面 小根号前面带的是一个2 所以这个2 有这个2的出现 我们才可以把它配回去完全平方公式 所以小根号前面这个2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先确保这个题目模式有对 所以根号有了 小根号有了 2也有了 所以只要确定这件事情过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我们的二次不进跟的解题方式 二次不进跟的解题方法是 我们要去想 我要用两个数字相加会得到7 两个数字相乘会得到12 两个数字相加会得到7 两个数字相乘会得到12 其实你们可以用二元一次的方法来解它 可是可以不用这么麻烦 你可以用心算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可以 因为它数字还没有很大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4加3会等于7 4乘3会等于12 只要有这个组合有对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配成一个完全平方公式 也就是会配成根号4加根号3的完全平方 写下去是根号根平方做抵消 我会得到剩下括号里面的值 也就是根号4加根号3 根号4可以开成正2加根号3 这样子就完毕了 所以在做二次不经根的重点就在于 你要想办法把这两个数字找到 x和y 两个数字相加 两个数字相乘 好 接下来看一下这题 根号6加4根号2 发现到吗 我们在上一题有讲过 我们的题目模式 一定要是加2根号 前面我不管它是什么 我根号里面是什么 我这边的2是重点 可是这一题 它给到的是小根号前面给到的是4 不是2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处理掉 让它得到2为止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随便给一个例子 3根号2 大家还记得把3带回去根号里面 应该怎么做吗 给大家想一想 把3带回根号里面的话 它其实会变成3的平方 为什么是3平方呢 因为3平方开出来才会得到3 所以我把它开回去 倒回去根号里面的话 就变成3平方了 所以这边会得到2乘9 等于根号18 OK我们往后倒 所以现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 现在4根号2 我要让它变成2根号 我不要4根号 所以我怎么办呢 我的做法是 4会是2乘2 所以我会把其中一个2 带回进去根号里面 倒回进去根号里面 我把它倒回来根号里面的话 它就会得到 本来是2的1字房 进来的话变成2字房 所以会得到2的448 2根号8 所以我要把题目改变 改成根号6加2根号8 所以我的题目的模式对了 大根号加2小根号 前面有一个2 我不管前面是什么 我不管小根号里面是什么 OK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开始去做我的 二字不进根的步骤 来步骤是什么 步骤是两个数字相加 会得到6 拿两个数字相乘 会得到8 如果有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转成 x根号x加 根号y的完全平方了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想得到 4加2会得到6 4乘2会得到8 所以它导成 完全平方公司的话 是根号4加根号2 得完全平方 所以根号根平方做抵消 我会得到 我会得到根号4 加上根号2 根号4可以被开出来 得到2 加上根号2 那这就是一个我的最简根式了 就这么说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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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